一段跟我們整個資訊系統 就是因為 大家就是要有很多討論的方法 大家有很多的意見 多東西想要挑達 要討論 我們有一些現成的工具 那我先來介紹一下 如果已經知道了就公平了 基本上 經常運作的方式大概是這樣 就是有一個問題出問題 然後大家討論幾個方案 接下來就是開槓 開槓完之後 就有遇到問題出來囚禁 然後就這樣問題的循環 循環 第一步總是大家 剛開始加入的時候 比如說你在 你已經看到的距離第一 或你在Facebook上加入的距離 或是中性 那你剛開始總是會先 大家有時候會丟出很多 或是想要解決的問題 那 平常我們怎麼 平常 你要提出問題的話 一般而言 你的洗手師會是這樣子 就是說 你先出來 先講 我要做一件 我要開槓 誰要來幫我 你想要做什麼 然後你想要來找我 來幫忙做這件事情 那 你要是 你 這邊開槓是指動作這件事情 不是大腸的話 那個開槓 那 如果 那今天是黑客松 那黑客松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 東西 基本上我們都會整合在 hack.gb這個網址 如果你現在有網路的話 你可以連上去 基本上你會看到 今天的 講者 那個排程啊 或是討論區啊 或是大家的idea在哪裡 基本上這邊 這個網址上面都會有 可以去看一下 這個網址 這個網址 hack.g0d.pw 那 如果你想要 跟大家聊聊 跟你的交流的話 你可能會接上IRC 這三個字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進到 GV的 的IRC聊天室 那這個網址 在這邊 就讓你連上這個網址之後 你會看到 有個 這個樣子的一個頁面 那你只要在這邊 暱稱這裡 輸入你的 你想要的ID 會不會出 這樣 這樣 你這樣開始 都可以加入到 平常我們在 平常平常我們在用的 聊天室 好 網路 網路掛掉 欸 進去了 好 進去之後 你就會看到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的一個介面 那就可以在這邊 跟大家打包吼 然後你也可以 平常在這邊 比如說 這個場地算有點大嘛 大家沒有辦法跟 隨時跟所有的聊天 可以透過這個介面 在虛擬空間中 大家看 你看台南的朋友 在這邊使用 所以 如果你現在想跟台南交流一下 可以透過這個介面 對 那如果你覺得剛剛那個東西看起來太遜了 不符合你的專業成分的話 那 有個更方便的東西 就是 如果你很喜歡IRC 你覺得他們聊天太方便 可以用這個服務叫IRC Cloud 那這個服務是 現在還需不需要邀請 我不知道先 但是你 你可以在這個 剛剛那個聊天室 介面的上面這裡 找到這個 這個方式 IRC Cloud 邀請信這邊 那 依照這邊留下你的E-mail 基本上就會有人 通常是我 就會發一個邀請信給你 那我就不點進去了 有興趣的話可以自己看一下 對 那如果你對於這聊天室的文化啊 使用方式啊 還有一些 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到 有個 GINYP有一個 加入我們的一個網頁 在這裡 在GINYP的首頁 這邊有加入行動 這邊 這邊有一些 你可以參考的一些連結 那你可以找到一項叫做 IRC聊天室 新手段務這個話 你可以在這邊看到一些 譬如說 你在這邊怎麼樣 怎麼樣很快的融入大家的討論啊 怎麼樣跟人家聊天啊 會比較快融入這個群情這樣 OK 那如果 如果你不是資訊員 就前面這些東西太窄 你看不懂 你也不想結束的話 呃 那個 參與我們這邊有一份 叫做非資訊員參加指南 你可以看一下 讓你知道就是 不一定真的要很窄 才能加入這個群情 那 如果你喜歡用Facebook的話 大家知道 應該Facebook上面有叫GINYP 後勤中心 但是這個 就像我前面講 基本上這個 這裡的討論是以 動手作為主 所以如果你的興趣是想要 呃 聊天啊 貼新聞啊 幹狗啊 那我們有另外一個粉絲 叫做無限行事實 GINYP台灣臨時政府 那這邊就是 你可以小缺的信頁 也可以大廠話 你想要幹嘛都可以 好 那剛剛可以提出問題 在這麼多地方都可以提出問題 可以提出問題之後 通常都要找一些解決方法 方法 方法通常我們會寫在 HackHack裡頭 那 這個網址 GINYP HackHackHack 打抗這個地方 應該大家很熟 我選 基本上 這邊有一些頁面 比如說 你可以看到大家專案的介紹 或是一些空白模板 說到你要提案 應該要寫些什麼東西 這上面都有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 一樣在參與文 參與文那邊 有一份文章 叫做提案小訣竅 你可以看一下 讓你知道一下說 我怎麼樣去描述我的專案 我怎麼樣去描述我的坑 我怎麼樣描述我的坑 會這樣吸引大家不知不覺 就會有奇怪的 掉進我的坑 就成為你新鮮的感 讓你使用 OK 那 為什麼要寫在HackHackHack上呢 就是 在各個奇怪的地方討論 因為你在HackHackHack討論 才會留下你整個討論的過程 然後你的專案的整個主題 那 將來不然是 將來其他人有興趣的人 比如說 你可能 去年有一個人發起 可能是跟 核四有關專案 那可能今年才加入了 可能剛好就在HAPP上看到你了 去年提出了核四相關的專案的文件 那他就可以很快速的接上你的工作 而不會說他還要重新問一遍 如果你有寫的方案之後現在要動手做 那動手做你就隨便你怎麼做 其實也沒有限制什麼東西 你會畫畫也不用畫 你會設計UI 就是幫忙設計UI 有些人是顯示 你喜歡吃東西也可以帶東西來吃 那如果你卡瓜那你就求助嘛 那求助就會回到前一段提出問題的那部分 就一樣就是你可以在 一樣在IRC 在投資中心 在HAPP上各種地方提問 那有人看到就會幫幫你 所以這樣就成為一個 臨時政府公文系統的一個循環 那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我看一下好像還有時間 我要置物信息教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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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 thanking 感谢观看